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出门旅游的时候很多小伙伴都喜欢到非洲游玩 因为当地迪连的物价和美丽的风景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来几趟都不算亏 到非洲去吃海鲜也成了很多游客的固定活动 但非洲幅园辽阔,游客去的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地方 而热门景点附近的居民生活的都挺不错的 起码是没有印象中贫穷挨饿的样子 看起来自己自足是没问题了 但如果走到一些稍微偏远的地方 你就会发现其实过得去只是其中一部分 有一位网友就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真实经历 因为头一次去非洲旅游,觉得哪里都很新奇 于是就绕了点远路参观 但他走在街头的时候正在翻垃圾桶的非洲小孩看到他 突然跑过来伸手就朝他要钱 小伙伴唬得一愣一愣的 虽然觉得这可能是当地人乞讨的方式 但这也太霸道了吧 连客气都不带客气的 后来回国后问了比较有经验的朋友 才明白 原来这都是被人惯出来的 因为近年来许多中国人喜欢到非洲旅游 有时候看到一些比较贫困的小孩 就会忍不住想上去提供帮助 这么一来二去的就成了一种习惯 但游客习惯也就算了 当地人也渐渐开始习惯了起来 尤其是一些半大的孩子 不明所以的 以为中国游客都会给钱 就直接跑上来讨要 不给的话没准还会被丢食子 实在让人唏嘘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